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白猪角色攻略 白猪 元神最强机智幻生 六边形奶麻 万野野兰 加着3.6的白猪 末版本五星的实力 毋庸置疑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白猪 战起大招双脱手 这种战斗模组就没有入二的 那么白猪具体强在哪里 它为什么引发极致膨胀 本期攻略给你答案 白猪 草系法师奶妈 普通攻击是星星四段中距离草元素伤害 其被履敌距离短 只能和纳西达一样在断轴时拎出来应急 元素战起CD10秒 造成最多三段弹射伤害 并且小分额挂草 最后草蛇返还给全队一次性高额恢复 但考虑质量的话比水母好用 能顺前抬血量打官宝 急剧战略意义 最后来的元素爆发CD20秒 开启无细气护盾 大招持续14秒 期间无论盾破碎与否 都会每2.5秒自发刷新一个新的护盾 在护盾破碎或者自发刷新时 白猪会给厂商的角色提供治疗 并且释放07买追悉敌人 从计算结果来看 白猪大招后台HPSB9接人略低 而且护盾薄如指 想让安逸绝对构洽 相对于操作和影响在后续介绍 白猪的生活天赋是 大世界捡垃圾活血 一个一千很有意思的天赋 而他的天赋一是 白猪根据情况获得被动加成 血低加治疗 血多加草伤 天赋二是在底为化 被大招最高高的角色 获得草反应升伤 持续6秒 根据公式换算 一个五万血的白猪 给该角色提供了约120草反应精通 这个天赋十之无畏 不要为其刻意一对生命值 总结下来 白猪作为奶麻 能提供抗打断后台治疗 全对顺奶 全对升伤 最后还慷慨的给来瞎后台怪元素的门里 超谋属性全在 这种角色前数唯有 超人权白猪 你还不得安抽吗 接下来到了培养方便 白猪的专武 毕落之龙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金破 毕落白猪血量比金破白猪高1400 充能要求小17% 外加一顶点伤害提升 选择方便 毕落之龙大于四左金破 等于气底大于其他武器 而在回血方面 金破会更强 专武只剩在一些充能和星裂 并且装武没有任何其他人能用 未来也不会有人能用 毕落之龙和不蜜月华 喜提卧龙凤竹的宝座 然后就是适宜物选择方便 首先我们会推荐草套 能够缓解祖父C的精通压力 海兰套同样推荐 能够稳定补充伤害 适宜物主持可以让我们推荐 选择冲生生 富士药充能等于生命大于精通 充能至少要48%以上 更据队友和手法不同会上升 外提下签研讨 阿民白猪限定使用 海典能在克行赛怒队中穿 所以不做推荐 在操作上 白猪作为第一神尾 开局EQ携手 有了槽底下大招后台挂槽 之后的角色可以直接打出反应 后续根据情况 灵活切出白猪补一即可 至于无戏器护盾挨打逼迫 甚至会被种子炸破 时针中你仍需要灵活走位 但好处就是面对空壳 盾一下就碎 不会触发空壳被动 但是你尽量不要再开大使挨打 因为大招动画免伤 盾不会破 所以就会触发空壳被动 此外做为生的生存限定五星 白猪避免不了与棕离心海一比 心海的水母6.4万奶 只能慢慢来限制位置的前台角色 棕离的护盾能随角色移动 但就3万的盾量摊给全队 而白猪20秒内有两个异加大招 能随时给全队7万的奶和3万的盾 如今深渊出身家堆 棕离的盾不在那么安全 一旦被破就失去了减抗 这时药膜打断阻C输出 切中离安入盘时变向赖场 掉输出断循环 要么组C就是顶着无钝硬打歪 罪养没有抗醒 同样掉输出还容易暴毙 反观白猪120金通虽少 但是开出来就有 并且无论伤害多少 8体总算有5次 最后EQ的奶都很足 无虚力不厚摇 所以客观来讲 机制方面 阿米中离大于白猪大于0命中离 然后就是组队方便 白猪虽然贵为奶妈 但挂场能力单薄 需要与其他草系角色处合 最推荐进入尼鲁战放队 逐合全新宇宙战舰 爱海森 尼鲁 白猪 夜兰 实战中白猪EQ启动 由于全队轴十分灵活 白猪随时能够再切出来大奶一扣 战姐和大招都是随身脱手奶 比星海更失排爱海森和夜兰的灵活位移 大招的护盾虽然极薄 但变相提供了抗打断 不让全队最后一块短板 启动无成本出伤平滑 生存拉满 队群对单无死角的双色队就此本场 如果你有纳西达没有爱海森 也可以用水C如灵人公子带队 至于尼鲁与白猪的增伤稀释问题 专武尼鲁几乎给他全队一千等效星通 阿星通收益在500就已经稀释到极限了 所以尼鲁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给稀释了 白猪更加无所谓了 不需要担心 然后就雷系超级战队 白猪能够很好地替代九级刃或者中离的位置 充足了奶量和额外的挂草能力 以及差强人意的抗打断足以应对所有场景 双后台也能维持草底 保证激化反应的稳定触发 至于赛诺的单人循环问题 赛诺自身伤害散比不高 完全可以鸟枪坏西风 队伍DPS雕5%而已 而这一换身材解决了一个世纪难题 赛诺哪是赖场 哪叫帮队友充能 并且如果白猪那些打双草 共鸣能够给不少星通 还能够支持更多的挂水 多的绽放 白赛诺亏的伤害补得绰绰有余 最后白猪作为奶麻 还有不错的体系扩展性 从白猪身上 已经能够看出猎产针队和动战放队的出行 伴随着其他更适合的角色逐步上线 白猪的体系还将更加一步增多 最后我们再来讲一下命佐 白猪的命佐游戏高贵 全是机制命佐 一命是 他的一型能可以存一个 能够有效改善白猪轴长和充门的问题 目前是赛诺计划和埃海森绽放刚需 不然只能放一次亿 充能需求暴涨48%的同时 还掉4万奶夜兰同里 致此夜兰白猪双一命的时代来临 他的二名是 在场角色击中敌人 能够无条件触发协同攻击 独立挂草5秒一次 使白猪挂草能力提升45% 同时大打提升了白猪草套覆盖率 但是二名的挂草还不够达到质贬 他是6名的垫脚石 不值得你单独帮二名去抽 白猪的四名是 大招加全队80星通 越迅于万叶阿米 最后折胎了六名 白猪的机制这变命座 前半句话提上了一点大招伤害 从四前提到八前 后半句话才是关键 元素战戟和阿米协同攻击 命中敌人刷新护盾 类似于甘雨的六名 再一看越不强的命座就越强 先说结论 满命白猪的挂草量是零零的两倍 同时康打断频率和奶量也大幅度提升 这就意味着满命白猪能够脱离双草组额 代表着无限的体系兼容能力 可以说这个民族极具有意义 但实际的作用还需要等待体系开发 目前大家无脑灵命足矣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白猪的强度再现培养简单 灵命加新破加能寻宽 胜以武就四大毕业 强度党推荐灵命一命或者直接满命 白猪作为风担体系的引路人 这绝对是一个能够强到七冷灵的全版本答案 好了那么以上就白猪的全部能量 如果喜欢到别忘了点一个免费赞 最对话说非常重要 那这边就下期吗 嗨 记得关注再走哦